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9日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我们在5月28日的时候谈过的一个节目 那次我们谈了就是关于美国两党在人权问题以外 32年来首次联合制定一部针对中国的法律这件事情 这部法律呢昨天已经正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了 那么呢下一步呢就看在众议院 因为众议院也有一样的版本 但是呢略有不同 参众两院统一之后呢 表决通过然后送总统签署就可以生效了 那么尤其是两党的方案 所以这个法案最终通过可以说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28号我们曾经谈过这个议题 那么我们今天再继续谈 他这个这回通过了之后呢 他跟那个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我们谈的有什么不同呢 那个时候我们谈的是他是美国国会的这个参议院的两党呢 他们呢联合提出来有两个法案 一个叫做战略竞争法 一个叫做无尽前沿法 然后呢这个昨天批准的这个呢叫做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这个法是把这两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法律啊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包括关于台湾的包括这个关于这个疫情的这些内容都加进去了 统统的把它综合成了一个叫做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那么这个通过呢之后呢 他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上次呢 谈到的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呢 我们今天想谈的就是没有谈到的 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呢 他从法律法理上根本的杜绝了行政团队有可能妥协的那个空间 杜绝了这条道路 他给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他上台之后呢 应该说就表现出来了一种要与川普政府呢 稍微不太一样的对华的政策 那也就是说他说要有该竞争的竞争 该合作的合作 特别是在合作方面 他提出了两个明确的方向 一个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 再一个就是公共卫生健康问题 也就是这个疫情问题 要跟中国合作的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现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也谈到了 就是由于疫情这个突然下令进行调查 显然他这两个合作方向呢 其中一个已经关闭了 已经结束了 就是公共卫生方面不存在合作了 所谓合作就是你配合国际调查 那很显然我们知道中国绝对不会配合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 就行政团队他表现出来的这个 这种的想要对中国呢 做出一点友好姿态 把这个川普行政团队在位的时候 那些咄咄逼人的政策呢 他想缓解一下 那么除了这个两个方面以外呢 拜登团队呢还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 就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要向中国示好的一个信号 那就是布林肯在 在五月应该是在四月五月初的时候 他就这个公布了 宣布了这个叫做 美国国务院的对台湾交往规则 清晰化的一个规定 我们知道呢2020年12月的时候 那个拜登团的川普团队在即将结束任期的时候 蓬佩奥国务卿曾经宣布 废除了国务院自己内部自律用的 奥巴马时期制定的对台湾的交往规则 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那么蓬佩奥呢 他是宣布呢 就是彻底放弃了 放弃之后呢 等于松绑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与台湾交往的这个束缚 我没有任何规定了 实际上呢 那就是一个完全一个模糊化的对台交往 也就是说松绑之后 国务院的官员与台湾交往的时候 没有任何约束力 而布林肯国务卿 他在把这个对台交往的这个清晰化的时候 他等于约束了 他白纸黑字的约束了美国官员 不能够对台湾交往的时候做哪些事情 他等于把模糊化呢 清晰化了 清晰化之后就是美国的官员 国务院官员 你就不能再对台湾做些事情 比如说 他说了 当这个台湾的政府代表或者军人呢 他们在这个与美国官员交往的时候 他们是不能展示台湾的国旗和徽章 这是布林肯国务卿 他在这个与台交往规则的这个清晰化的时候 他明确规定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台湾的官员到国务院来谈 这个可以了 但是你不能够带着 你不能够带着那个 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徽 你也不能够这个显示有任何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这是布林肯的时候这个这个规定的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给对岸的释出一个信号 就是我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绝不会越你的红线 我约束我的官员 不会在正式场合 表现出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 这样一种这个象征性的这个姿势 我们是不会做的 但是非常可惜 这个法案 昨天通过这个法案里头 是白纸黑字的 把这个布林肯这个规定呢 给他彻底否决了 规定是这么说 他说你不得限制台湾政府代表或者军人 在执行公务时 展示台湾的国旗和国徽 布林肯说的是你不准展示 这个法律规定了 你不能够限制他展示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根本的杜绝了 这个行政团队任何对台湾 或者向对岸示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因为在一个三权分立的美国社会 行政团队有非常大的对外交往的外交基础权 那么这个但是你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如果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立法了 那么你就不能够再这样做了 所以说这个这一条来讲 现在我们看到了呢 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专机呢 这个军用飞机呢 他就载着三名国会议员就到了台湾 这又是这个 如果说立法机构没有这样一种非常明确的信号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倾向性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属于拜登政府行政团队领导下的国防部 他是绝对不敢派这个军机去的 而且呢 布林肯的这个决定呢 实际上也是在美国驻帛琉大使 陪从帛琉的总统访问台湾之后颁布的 也就是他一定要在他的行政团队执政的四年期间 禁止任何美国正式的在位的官员访问台湾 所以他派了两个他的前官员 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民主党的 去访问台湾 以朋友的身份访问台湾 也就是说奥巴马时期还能够派远 这个国务院复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 拜登团队已经下决心不会派任何官员去了 但是这个法案我们看到已经完全禁止 完全这个解禁了 就是任何这个官员这个对这个 跟台湾的交往都不受限制了 这是一个法律上限制了团 这个行政团队任何妥协的可能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法案还规定了 就是美国申务部在解除 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的公司的禁令的时候 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他们不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对华的制裁令呢 通常来自三个部门 一个是国防部 一个是财政部 还有一个是商务部 也就是说当他们这三个部门设立对华制裁这个政策的时候呢 他们只需要提出名单 总统下令就制裁了 什么时候撤 撤销 那么总统令 一声令下 那么也就撤销了 这个法案 通过的这个法案 非常明确的告诉了大家 你以后商务部 你在列入制裁名单的企业 你想解封的时候 你必须提供证据 以前是不用提供证据的 那么就是说以后你就必须提供证据了 你证明他们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你在制裁的时候 他的制裁的理由是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你这个理由的时候是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 那么你要如果要解除这个制裁 你必须提供证据 那我们知道 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法第七条存在 美国商务部 美国任何人都永远找不到任何一条证据 也就是说中兴 华为像一系列包括海康维市 这一系列的制裁名单上我们那天讲过的 这些被列入商务部 财务和财政部制裁名单的几百家 中国的企业 他们将永远的被制裁 换了即使任何 比如说再换了一个 比如川普要上来了 担任行政团队领党 他想解除这个制裁 对不起 你必须向国会提供证明 也说这个法律 把川普时期 以及拜登所前天签署的限制59家 那个扩大到59家的那个金融制裁 那些名单 所有的这些企业名单 你们你们是这个企业这个列入制裁的名单容易 你要想他解除那就难了 解除你就要必须依照昨天啊 美国批准的这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你依法向国会提交证据证明你解除制裁的这个公司 他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搞成威胁了 所以这样我们知道 就这样来讲的话呢 也就是说中美对抗的这个意味呢 就更浓厚了 另外第三个 第三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美国昨天通过的这个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呢 实际上是触犯了中国的 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国防法 也就是国防法 2021年1月1日的通过的国防法呢 他已经把美国 就是把中国的国家武装力量的这个使用的范围呢 他扩大到了 以前是什么 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但是呢 这个1月1号以后 那么呢 他就又加上了一条就是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利益 这个造成威胁的时候 依照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军队是可以开战的 非常明显 大家看到了吧 你那个国防法通过在先 我这个战略竞争法通过在后 非常意味明显的 就直对中国武装力量 动用武装力量的红线 已经触碰 已经完全触碰了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如果中国军队对美军发起进攻的话 是有法律预计的 因为你 你已经通过法律 限制我的发展了 整个这个 我们28号那个节目说 我们讲的很清楚了 在各个领域 这个科技领域啊 特别点名的 AI啊 半导体啊 这个生物科技 好多方面都进行这个战略竞争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中美两国以后 不会再有交流的 大家不要再期望 你一个学计算机 或者学生物 这个这个这个技术啊 以及这个AI技术的这个留学生 你还能到美国来留学 这个可能性不大了 虽然法案没有这么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这个这个 美国国家啊 投资2000亿美元情况 与中国竞争的情况下 再让竞争对手 到我来来学习取经 这个完全在逻辑上说不通的 所以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一天我们 前几次节目我们谈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 美中两个法律 对冲的 对撞的结果是 啊 中国已经 动武的红线 已经突破了 你现在随时可以开战了 美国要对华动武 还有很多的路要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 复杂的法律程序 你需要一步一步的跨越 你才能够对华动武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军的动武呢 应该说 啊 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 呃 还不能说完全开始 但是也有时间问题了啊 因为昨天只是参议院通过了 如果众议院通过了 如果总统签署了 那么这就 从签署那天开始 成为法律 那么中国军队随时可以打击美国武装力量 所以 呃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要拭目以待看看 呃 我们这个 中国这个 你给自己设定的那么多的 那么多条的红线 逐一的被人家一个一个突破之后 你们是怎么样的反应 也希望呢 各位呢 多关注一下小粉红和自干五们 他们来如何看待啊 美国这个法律 好 今天先说这么多 谢谢